对陛下来说 胜利从来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足够强大 其实臣想向娘娘们请教 陛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呀 他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只有天妃娘娘是追随陛下多年 又主动入宫服侍陛下的 可惜他不在 天妃娘娘呀 他是不敢兴趣和合力这档子事 所以不来也是常事 娘娘 陈白鹿参见天妃娘娘 你来了 是 娘娘 今日陈到宫中送和合力 特来拜见娘娘 醒了 你可以回去了 娘娘 其实白鹿今日来 是有一事想冒昧求问娘娘 我听哥公娘娘说 您早年间就一直追随陛下 所以我想问问您 在您心中 陛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因为陛下将星汉大典择极止一事 交给了臣 所以 臣想求问娘娘 也好了解一些陛下的喜好 这样 就能更精准地选好极止 你倒是尽职尽责 应该的 应该的 你现在学着如何讨好陛下 也算是本分 娘娘 我十分好奇 是不是 陛下每次出征 都一定要算好 及时及日的 其实陛下 对性命这些 一向是很随性的 很随性 你知道传国玉玺吧 我知道 就是前朝的国玺 听说 谁要是拿了它 谁就是诸神选定的帝君 浅显末年 陛下杀入天启 所有人 都以为陛下会去南宫 抢夺玉玺 孤儿在那布了重兵 陛下若是去了 便是伤亡惨重 陛下因为提前预知了阴谋 所以没去 因为他根本不在乎 什么传国玉玺 他直接派了人 向那里释放了 御妃法术 什么重兵把守 什么传国玉玺 都一把火 送上了青天 对陛下来说 胜利 从来只有一个理由 就使他足够强大 命运 就是要牢牢地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难怪 直接把顺应天命的象征毁掉 他果然是不惜性命 这就是你算出来的结果吗 是 大人 这都是错的 大人 今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 咱总得交个结果上去啊 你这有点儿胡闹啊 你这有点儿胡闹啊 我得跟陛下说说 好啊 你还得再学学 重新算 这 这也有道理的呀 我给你讲讲吧 大人 你让我给你讲讲 大人 多 Kne遂 这结果呀 也是你辛苦算出来的 行与不行 是我才知道呀 是啊 如果陛下看到啊 特别喜欢 那 百掌令 这不又立功了吗 对呀 而且 陛下也不会在为南青天见了 唉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taco 嗯 Tongos Li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